那如果你是已经付不出钱了 你还想要分期付款 你有没有想过对你来讲 这个是不必要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就没钱啊 你连五六万你都付不出来 你打什么官司啊 你没钱了 你怕人家告你干嘛 你就没钱啊 你懂吗 当一个人没钱的时候 他是天下无敌的 所以这个官司对你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嗨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你分析 打官司到底可不可以分期付款呢 那作为一个每天靠打官司 赚钱为生的律师 我们当然 听到人家要分期付款的时候 心里面都会有一个问号 到底你为什么要分期付款呢 大家要知道 在恩储利公的世界当中 权利就是奢侈品 就好像你去Prada 就好像你去Koji 买了一个名牌包一样 当你今天要争取权利的时候 不管你是不得已 或者是情绪使然 都是一种奢侈品啊 例如说 我今天好生气哦 我的邻居好急巴哦 他妈我要告他 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 那权利就是奢侈品 因为你在满足你的情绪 你大可以 回去冲一个冷水澡 情绪过了就过了 你既然选择告他 花钱请律师 那这个不就是一种奢侈品吗 那另外一种情境 我做生意 我被人家倒了 我要怎么办 我只能告他了 可不然我收不到货款 这时候对你来说 权利也是一种奢侈品啊 你都已经收不到货款了 快要被人家倒了 公司快要不行了 你还要打官司 你还要请律师 这不是奢侈品 是什么东西才是奢侈品了 说穿了 没有律师这个行业 没有法律这个学科 在这个世界上面 其实对于人类的历史经验 对于生活 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权利这个东西 没有争取 就没有权利 所以打官司 就是选择争取权利 就是选择了凹凹看 就是选择了以小博大 就是选择了逆转 你这个选择是要付出代价 付出什么代价呢 要么花时间嘛 要么你就花钱嘛 那你花钱 你到底买到什么东西呢 你花钱不就买到律师的时间吗 律师帮你去写书状 律师帮你去开庭 你是花钱买 一定打赢官司吗 当然不是 如果你会这样想 你就是直男思维 线性思维嘛 你就注定辱蛇一辈子嘛 想说找了一个厉害的律师 打官司就一定赢 你等着被人家骗 等着被人家处理啦 律师没有厉不厉害 律师就是服务业而已 懂啊 所以你就是花钱买人家的时间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 你要分齐付款 你不就是让眼前的这个人 吃不到饭 睡不着觉 付不出员工的薪水 等着收摊吗 什么情况底下他会答应 你是不是要说 这个人的生意很差的时候 他就会答应你的请求 大错特错 千错万错 完全的误会了这个商业模式 我们刚刚讲 律师的工作是什么 服务业嘛 服务业象征了 贩卖他的时间 来赚你的钱 也就是他是提供服务 对应到金钱的交换 所以时间交换金钱 金钱交换时间 这个就是所谓的 自营商的思维 你赚的钱跟你的时间 是成正比的 但是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所以他如果赚了很多钱 代表他提供的服务时间很长 那如果他是 自己提供服务的模式呢 这时候他的贪提就很小了 因为纯粹的成本就是时间 时间幻化成金钱 所以他跟你分期付款他没有压力 你说为什么没有压力 他不是是时间提供服务吗 你就想对他来讲 你如果分期付款他事情也做一半 这事情是不是就很好处理 时间调度由他安排嘛 他有所谓的摊提吗 没有 他提供的就是他的时间和服务 也就是写书状开庭的时间 对应到你的服务 你钱还没有付清 他书状还没出 他有什么服务可言 所以律师这个行业如果是以自营商 也就是你进到这间事务所 你看到他只有一个律师 或者是他有一两个法务 那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三四个人的事务所 就是自营商的营业模式 相较来讲 他分期的压力是很小的 这时候如果你跟他讲说 律师我可以分期吗 那就看这个人积不积吧 有的律师就说 我的生意也没有那么差 所以我不接受分期 我就说客观想要分期是吧 想要分期期 八四期、一百二十期、一百五十期 都可以 那个就是看他的个人个性 和个人的业务风格 没有对错可言 那如果今天你到了一间事务所 律师看起来有十几二十几个 然后呢公司的法务 助理小姐看起来有三四十个 很大一间 事务所中豪又很澎湃 代表说这间事务所的摊题很大 摊题很大 他愿不愿意接受分期呢 那就要看他的商业模式 够不够底气 够不够足 大家都知道 业务的工作 服务业的工作 做出区别的方式就是火力展现 你让人家看到你的企业成果 是看不到的 因为你没有产品嘛 你唯一的方式就是 请很多个律师 然后把事务所搞得装潢很屌 然后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这种火力展示才会让 不懂法律的法律麻瓜 觉得你是高价值的 那当这种火力展示开下去之后 代表什么呢 就好像Ancient One 每天都在跟这个 DOMAMO黑暗的力量 吸取他的灵魂 吸取他神秘的黑暗力量 来换取他的成果展现 你一旦有了摊提之后 你做任何的决策 你都会以摊提的角度来做思考 你就要想说 我今天做这个事情 我撑不撑得过明天 如果让你分析 我撑不撑得过明天 因为我们公司的同事 今天晚上就要吃饭养小孩了 我们今天没有拿到钱 我们就亏钱 他的逻辑就不是时间脱长 可以解决的 所以通常你到比较大间的事务所 通常不太容易让你分析付款 但是也未必是这样 根据恩楚立功的观察 因为诉讼虽然是奢侈品 但是打官司在台湾实在是太便宜了 恩楚立功小时候 听说打官司是五六万 恩楚立功已经三十五六岁了 现在打官司 恩楚立功还是报五六万 你会说不是啊 恩楚立功 我前几年看不同的法律频道 有的律师说 打一个官司报价都是八万块起来 那是台大松律师啊 你就阿兰兰不试试看 八万块九万块十万块 他跟台中恩楚立功五六万的服务 还不是差不多 其实那个是地区特性时 那个没有所谓的对错 就是一个地方的市场生态嘛 那市场生态竟然是如此 你就想哦 我一二三成都打上去 我要花多少钱打官司 简单的数学逻辑嘛 五万块乘以三就是十五万 八万块乘以三就是二十四万 请问你做一个生意 做一个台湾人 台湾民众 你人生当中你会打几场官司 十五万二十几万 你会付不出来吗 你再想一想 你今天你说你要分期付款的时候 到底是你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 你想要拖一拖 还是你真的已经没钱了 如果你是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 你想要拖一拖 那我是一个比较大间的 企业型事务所 或我是个人所 我都可以让你分期付款 因为拖一拖 我先把你吃下来 我先收你一个投期款 收个两三万 后面你拖 大不了我就赚这两三万 但如果你是已经付不出钱了 你还想要分期付款 你有没有想过 对你来讲 这个是不必要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就没钱啊 你连五六万你都付不出来 你打什么官司啊 你没钱了 你怕人家告你干嘛 你就没钱啊 你懂吗 当一个人没钱的时候 他是天下无敌的 所以这个官司 对你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如果今天我收你的案件之后 发生什么事呢 通常就是 你到后面还是付不出钱 然后我要花时间服务你 然后我还要叫小姐给你勤款 然后我还要花很多时间去追踪 这样其实只是耗费我的成本 所以对我来讲呢 我会认为 这时候如果你是真的没钱 你也不要想分期付款 你要想的是回家睡觉 回家吃自己 或者是你来台中找恩储立公 一起研究为什么自己会没钱 恩储立公会跟你仔细的研究一下 为什么你会没钱 因为恩储立公也没钱 恩储立公每天都在想 为什么我没钱 这个问题我是没钱专家 所以你可以来台中找恩储立公 这不是一个分析付款的问题 这是一个你没钱的问题 没钱来台中找恩储立公 恩储立公请你吃饼干 请你喝咖啡 但是恩储立公没有钱 没办法救济你 那你说没钱可以申请法律辅助吗 恩储立公在吸你一波 帮你申请免费的法律辅助 指定恩储立公 让恩储立公赚2万块的律师费 3万块的律师费 不如小谱 一样来台中做大法律产业 发财致富 你以为没钱要分期付款吗 没有 没钱不是分期付款 没钱就是天下无体 没钱就是耍无赖 我在台中 我是恩储立公 你不要再问你要不要分期付款了 一点意义都没有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特地的警察 尝诺